大家好,我是京都明镜日本语学校的老师,我叫竹也。 今天我想采访一下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,赵峰同学,你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。 大家好,我是赵峰,然后在2015年7月来到日本,然后现在在京都明镜日本语学校学习日语。 那你是从中国什么地方来的呢? 我的老家是中国山西省大同市,然后来日本之前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四年多。 大同市,那大同市是什么样的城市呢? 大同市的话跟京都就比较像,然后都是四周环山的盆地,然后是1600多年前北魏时代的旧的都城,然后又有很多的文化遗产, 比如说玄空寺,印尖木塔,以及最有名的云朗石窟等等。 然后老师应该听说过西安的古城墙吧。 我听说过,不过没去过。 大同市的,他也有自己的古城墙。 这样子,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看一看那个大同市的古城墙。 对,很值得一看。 那么你觉得京都的生活与在中国你住的地方相比的话,有什么不一样的吗? 跟我之前生活的北京相比的话,物价方面肯定是日本这边就稍微贵一些。 然后比如说蔬菜,水果的都比较贵。 其他衣服方面的话,就是整体感觉比北京便宜一些。 然后住宿方面的话,跟北京相差不大。 然后出行方面的话,都很便利,但是北京就太大了,然后出行的话都要按小时来计算。 然后京都就没有这个问题。 而且京都的话,生活节奏要比较慢一些。 那你为什么选择来日本留学呢? 因为我大学是学习机械设计相关的专业出身,然后工作的时候又做了四年的机械结构设计。 然后所以因为日本是在机械设计方面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,然后我想就是再来日本,然后进修一下自己。 那你为什么选择京都这个城市呢? 京都的话就是它作为咱们日本的一个旧的都城,然后有很深的文化底蕴,然后留有很多的民生古迹和文化遗产。 我觉得在这里学习日语的话,应该会更能深刻地体会到日本的文化。 然后就是在京都每年会举行很多的文化传统的节日。 然后比如说一年中七月份的祈元祭是最大的,然后这一天人们都会穿着那个和服去参加这个活动。 然后在去年我也有幸作为祈元祭的工作人员,然后参加了祈元祭这个出行仪式。 你参加了这种出行仪式是很难得的,是吧? 对,这种机会确实对于留学生来说就比较难得。 也非常感谢学校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。 不过就是京都的日语学校这么多,你为什么选择京都民进日本学校呢? 是因为一开始我的好朋友的姐姐,然后她在京都旁边的那次鹤县工作,然后她的老公是咱们学校毕业的。 然后就是特别强烈的特建我来咱们学校读书。 这样子,那么你在这里学了一年半多了,那么对于我们学校有什么感受吗? 感受的话,我认为咱们学校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学校,这个印象反正是到现在都没有变过。 就是从我依赖日本的第一天起,然后从生活,然后学习,然后打工等等的方面,升学等等的方面,对我有无微不至的这个照顾和帮助。 真的非常感谢咱们学校。 那么在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?可以介绍一下吗? 有趣的事情就很多。 然后现在我马上就毕业了嘛,回头看的话,从一开始就是跟各个国家的学生一起学习日语,然后从一开始简单的单词加首饰来沟通,到现在能够用流利的日语沟通。 然后还有很多咱们学校的课外的文化课,比如说茶道啊,花道啊,书法啊,然后关系方言等等等等,然后从很多方面都来学习日语。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。 你快要毕业了,那么毕业以后的打算是什么? 毕业以后就是继续在京都上大学院,然后去研究那个机械结构设计方面的东西。 好,那么最后你对想来日本的学生,就是有没有什么建议? 首先日语方面的话,最好是有条件的话,在国内先学一段时间,这样的话来日本不管是学习生活还是那个打工什么的都会方便一些。 其次的话就是一定要搞清楚自己来日本留学的这个方向是什么? 是就业呢?还是升学呢?如果是升学的话,最好是在国内就先决定好自己以后学习或者研究的这个方向。 然后来日本以后,一步一步边学习日语,然后边准备和调查自己升学的事情。 然后这样的话,在咱们语业学校老师的帮助下,肯定能够边学好日语,然后边实现咱们以后的这个想去的这个方向。 就是我的一些建议。 好,谢谢赵空同学的建议。 我们老师们也会有力帮助同学们,实现自己的理想。 那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。 谢谢赵空同学。 谢谢Ruya老师。 皆さん,京都であいましょう。